我们是冠军 中国玩家又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一位年仅12岁的中国玩家 以29.43秒的速度 打破了扫雷界的10年世界纪录 而这一次也是中国人 第一次登顶扫雷排行榜 2009年至今 扫雷世界第一的保持者 一直是一个波兰人卡米尔 2010年7月创造了31.13秒的纪录 成为了扫雷界bug一样的存在 放眼望去 中国玩家占据了整个扫雷榜的半壁江山 却永远无法登顶 在这10年来 无数的中国玩家想要打破这一纪录 周单传奇女侠31秒90 国伟家清华学霸33.02 就差那么几秒 却成为了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不 我们一定能改变这样的现状 一个叫做菊哲恩的12岁少年 惊羡于世 入网不到一年半 便迅速拿下初级 中级 高级等各项记录 随后 他要代表中国玩家出征 向着第一名出发 就在短短的29.43秒 以极快的速度 点出每一个空位 又将一个又一个的炸单位置标记出来 就这样 终于打破了国外玩家10年来的记录 这一刻 我只想说一句 菊哲恩牛逼 中国玩家牛逼